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港经济明年面对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或者会来得更快更广泛 绝对不能调以轻心 亲自荣报导 陈茂波在网上说贸易战升温 令到经济前景极不明朗 估计贸易战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外围环境的下行风险只是显著增加 最直接受到影响的是贸易和物流业 一些贸易公司和在内地有厂房的港商 不单只担忧客户落单而欲 汇率市场大幅波动 亦都令他们承受额外的经营风险 陈茂波说 环球贸易量下降 压抑了经济动力 预期本港经济明年面对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或者会来得更快更广泛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而贸易战升温 亦都为金融市场带来不明朗因素 亦都可能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 从而为加息步伐和资金流向带来不确定性 贸易磨擦持续久前 会通过信贷和流动性风险渠道 影响本港银行业 维持本港金融系统和市场稳定 是政府未来应对的工作重点之一 绝对不会松懈 陈某波说经过多次的金融危机 本港的抵御冲击能力已经大大提升 本港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覆盖率达到150% 平均资本充足率超过19% 位居世界前列 而43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 亦都为保障货币和金融稳定提供强大后盾 有信心本港金融系统能够承受潜在的冲击 证监会亦都已经为处理极端市况做好准备 密切监察中介人 以确保中介人能够应对来自市场各方面的压力 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会保持高度警惕 有信心有经验有能力地应对贸易战带来的挑战 陈某波又说 全球贸易自由化带来多赢局面 批评美国今次在国际贸易上大开道车 对世界经济前景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期望美国负责任敢处理贸易糾纷 尽快返回双边恰谈解决矛盾 NOW TV记者陈志荣报道 保安局考虑引用社团条例 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 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担心影响深远 形容是将基本法23条分册上市 全国人大代表马逢博就说 警方搜证相当审慎 有充分理由相信民族党正是推动港独 林永报道 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出席城市论坛 他说警方向他罗列的指控 绝大部分是正常社团的活动 包括他在论坛或者电台发表的言论 担心很多社团都可以被监影响深远 如果一些言论就已经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话 那是不是很多人都要被拘捕 很多社团都要被禁止运作呢 我不认我们是中国人等等等等 这些他们都列为是一些所谓的罪证 是危害国家安全的 那我想问大家 请问我只是说捍卫香港人的利益 这一件事都已经是一个罪证的话 合不合理 全国人大代表马逢博认为 警方用了两年时间搜证 已经很审慎 组织成立的第一日 他自己号称的第一日 他已经在他的纲令里说明 他第一不承认基本法 他要推动港独 他的活动就是執行纲令的话 其实已经是有充分的理由 说明他是在做他所推动的事 国际标准 就不能够纯粹以言入罪 纯粹以言论 就不是一种威胁到安全的一种行动 对不起了 你只得过港字而已 我想问问人各 其实我想问问美国会否保护恐怖主义的袭击 他要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 他已经有实际的武力 有实际的武力 是一个很大的区分 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没有实际的行动 我也想了解一下 你现在先找到我的窗 骂下会塌的 骂下等于一只机关窗大炮 陈浩天批评以社团条例禁止民族党运作 便将基本法23条分拆上市 现在不需要为23条立法 因为现在已经有不同的条例 比如说社团条例已经是做到23条的效果 就是觉得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 它已经可以禁止你们组党 23条是已经拆件成功在香港上市 是在运作非常之好 他又说仍然和律师商讨 是不是和怎样回复保安局 NOWTV记者一粒明不得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朱子 中央对港独问题已经有清楚说明 香港需要以言行法例保障国家安全 国家方面对于香港港独的问题 已经摆出很清楚 不可以危害国家安全 不可以挑战中央的权力 和基本法的权威 和利用香港去进行对内地 一些渗透破迈的活动 必须要靠香港自己本身的现行法例 去保障国家安全 社会秩序公共秩序公共安全 和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七一回归纪念日 尖沙咀中标珠宝店劫案 再有七名香港人和两名内地人 在本港和内地落网 并且在内地掩获部分装物 警方稍后会和深圳公安 商讨疑交疑犯的事 简学戏报道 深圳警方分别在上个星期四 在福田区拘捕其中一名姓孙的男儿犯 以及上个星期二 在龙江区拘捕另外两名 分别姓蔡和姓廖的男子 他们三个人都是香港人 年龄由36岁至40岁 其中在姓蔡男子的住所 检获12只手标 174万港币现金 以及其他装物 深圳警方也都拉了一男一女内地人 深圳警方说 接到本港警方通报之后 高度重视案件 成立专案组 经侵查之后展开拘捕行动 本港警方就说 经过调查之后 相信有人将七一尖沙咀 中标珠宝店劫案的装物 经边境口岸带回内地 于是通知深圳警方协助 本港警方稍后会和店铺负责人 到内地核实检获的手标 并和深圳公安商讨 移交疑犯的事宜 另外本港警方也在上个星期四 分别在屯门 天水围和沙田 拉了一男三女 年龄介乎34岁至43岁 他们涉嫌将21只手标 经澳门转运内地 涉嫌处理装物 已经获准保释后查 今年7月1日 三名男子持武器 闯入汉口道一间中标珠宝店 劫去总值2300多万元的货物 两名本地男子 和一名非华裔男子 早前已经被起诉行劫等的罪名 闹TV记者 《简学期》报导 警方堵破一个网上诈骗集团 抓了7个人 涉及骗款近40万 其中一名被捕人士 被带犯官堂翠平北村寓所调查 警方在行动中检获电脑 手提电话 电话卡和银行提款卡等等 警方指 指责骗集团去年7月至今年1月 在社交平台帖文招来网民加入投资计划 声称8日内 可以利用1000元赚取25万 受害人透过银行户口汇款之后 再联络不到骗徒 警方接驳53名受害人报案 绝大部分是女性 年龄20至40岁 涉及的骗款近40万 警方指骗徒利用赚快钱的心态 引有受害人参加投资计划 受害人看了这个贴文之后 在Facebook里面的贴文之后 就发觉 在贴文里面其实没有说过他们投资什么 他们是加入了这个投资计划之后 然后才知道他们有时候会拿到一些赌波贴士 在下期回来看看其他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